一屏幕点点赞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一直点点的人多的话 其实会非常的快啊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晚上好 能不能说说发球后怎么动 怎么衔接接球 好嘞 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如果今天讲完有时间的话呢 我们可以讲一下发弯球 然后告诉大家怎么衔接怎么动 好不好 然后呢如果是实在太晚了 那么呢我们就把这个课程放到明天 也可以啊 对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有什么想听的话呢 感谢灯牌 谢谢大家 欢迎来到直播间 那么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话呢 咱们呢也可以打在评论区 然后呢我作为一个参考 比如说大家 我知道大家一直想听反手拧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课程我们马上也会给大家上啊 那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学的课程 正反手转换的步法 那么呢这个就关于一个基础的步法 其实步法呢比较基础 但是啊我们在之前讲过 就是你在打球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我只用一个步法 大家来看 我不可能我只会一个步法 我就能打所有的球 就是说我们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啊 你所有的步法它都是连贯着配合的 什么叫连贯的配合 你上下球中间有什么 上下球中间有垫步 对不对 然后呢你打完球之后呢 你还要有小碎步的去不断的调整 对不对 同时呢你还要接着滑步或者是跨步 所以说步法它不是说你单单学会一个 你就可以动的 因为大家现在呢认为在打球的时候啊 大家现在认为呢 大家感谢点点赞啊 我们上上人好不好 然后呢大家现在呢认为在打球的时候啊 我只需要左右移动的时候 我就左右移动 前后移动的时候 我就前后移动 其实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无就以正手为例 好不好 就像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它一定是你向正手位的同时 你还要干嘛 你还要向后撤 对不对 或者是你向正手位的同时 你还要干嘛 你还要上前上往前上步 所以说呢它既是左右 又同时包括了我们的前后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总是觉得 我现在动了 但是我没动到位 我这个球我打不实 我没有感觉 这个就是步伐的关键 那么呢我们这个茂林修竹士这位球友们啊 我们呢回来把这个课程步伐也给大家上一下啊 不然的话怕大家在打球的时候这个步伐确实 好不好 感谢灯牌啊 谢谢 谢谢 嗯 这个短秀目前没有啊 目前没有 感谢大家 我们呢一起点点赞 把赞冲到一万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灯牌 谢谢大家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是勾手发球啊 就像这个浪克建新说的 我们呢今天可以脚满短裤也没有 就像我们呢这个今天啊我们讲完了勾手之后 如果有时间告诉大家在这个勾手完之后怎么动 是不是浪克建新啊 这个勾手完之后我们怎么动 然后呢在打完之后如何去衔接下一把 其实这个确实比较重要啊 也很也很重要 所以说呢大家先来把勾手发球学好 好不好 大家想不想听 我想问一下 大家想不想听 大家如果想听啊 麻烦大家帮我打一波上人 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 麻烦大家这个帮我打一波上人啊 感谢全我们的支持 感谢大家啊 然后呢希望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呢 咱们这个要边听 然后边点赞 好不好 大家如果觉得有收获的话 咱们呢可以边听边来一起点点赞 然后我们把赞呢点点起来啊 今天我们争取破五万吧 好不好 我们的赞呢今天争取破五万啊 好了 那么我们来开始讲勾手发球啊 那么呢在讲勾手发球的时候呢 大家呢现在普遍在发球的这个环节 我调一下 有点看不清那边的腿啊 那么呢大家啊 现在在勾手发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呢 习惯性的说我发不转 大家来看 大家一般都是有这种习惯 就是说我发不转 那基本上就是我不用怎么用力 那么我基本上 大家来看 我的这个站位 是不是很高 同时我只用了我的胳膊 大家来看 是不是 这是不是大家平常发的勾手 那么呢在发勾手的这个环节啊 站位你的重心是特别重要的 你只有有了一个好的站位和重心的高度 那么呢才能让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更好出质量 那大家来看一下 我现在先用直拍 你看我站着的时候 我都是用什么 用的胳膊 对不对 你看 你看我在这个压了重心之后 重心下来了之后 是不是我现在的发球更有质量了 更加集中呢 所以说在发勾手的这个环节当中啊 你首先要确定的是 你的站位是前后两脚开力啊 就是左脚在前右腿在后 如果说我们平着站的话呢 那很影响在发球的发球当中的重心转换 那么呢大家无论是站在侧身位去发球也好 还是说是站在我们的这个还是说是站在我们的这个中线的位置也好 大家都是可以站在哪都没问题啊 哪怕你是站在正手位但是呢无论你站在这三个点哪个位置都是要进行前后开力 同时左腿大家来看一下啊 同时你的左腿要把重心降低 因为当重心降低了之后我们才更好去找球的高度啊 以及你的手的高度因为大家现在都觉得上下旋不好发 或者呢就是你发的所有的球都是一个旋转 那么呢这个跟我们的重心一定是息息相关的 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之后再发完球连接你的下一板和你发完球的一个还原 所以说大家我们在第一个环节当中重心下来的同时 我们呢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如何去找球的高度和手的高度啊 好那么呢我们在这个之前呢要先说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就是经常打乒乓球的发勾手啊 听过一个理论就是说我想发下旋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由上向下去用力是不是 那么呢这个球它可能就是一个下旋 那么呢如果我想发上旋的时候 我应该是由下大家来看应该是由下向上去用力 我的我的啊随意了 看它应该是由下向上去用力 大家有听说过吗啊这个是关于上下旋的一个口句 如果大家听过的话能不能给我打一个一 对大家如果听过的话啊给我打一个一 就是我在发这个上旋跟下旋的时候啊 应该是下旋由下向下旋应该是由上向下用力 上旋呢应该是由下向上用力是不是 感觉听着这么绕呢你看是不是 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先从下旋开始 以网子的球的高度为例好我在这个位置我能够很好的明显感觉到我的手是怎么样的我的手能够有空间向下用力是不是好那么我再打一个比方如果说这个球我低于网子了大家来看看我发的下旋球就会怎么样基本上我很怕磕着球台并且我不敢向下用力同时这个球我能够有空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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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 我只要你看这个动作没做完他就会下网所以说呢在发这个下旋球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击球点跟网子同高比较好但是我们在刚开始练的时候可以稍稍的大家来看可以稍稍比网子高一点这个击球点是你发勾手的下旋球最舒服的 大家能明白吗大家能明白吗我们来发下旋球的时候 然后球的高度怎么找 大家如果明白的话给我打一个1 我们的球的高度可以稍比网子高一点或跟球网同高 这个是你在发勾手下旋球的时候最舒服的点因为你可以由上向下用力 好大家明白了那么呢我们的球的高度在发下旋球的时候确定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手的高度 那当你想由上向下用力的时候你在引拍的同时你的手的高度大家来看就要干嘛就要稍比球高一点对不对 比如说球在这击球那你引拍的高度一定是要在球上大概一个球拍的距离这个样子的话大家来看我才能干嘛我才能够由上向下用力是不是 如果说我引拍这么低那么我一定会怎么样出现反着来的动作 所以说呢球的高度确定了之后手的高度就非常的好找只需要在击球点的时候 比球稍微的大概高半个球拍或一个球拍的距离大家来看球在这 手在这这个距离看由上向下去击球 是不是你的下旋球就非常好找点了来我问一下球友们关于下旋球由上向下去用力我们的这个点大家如果球的高度和手的高度都能够听明白能够确定大家能不能给我打一个一啊 感谢球友们这么说应该大家就非常好理解为什么在发下旋球的时候手要向下用力 因为这个时候你能够更多的你看摩擦住球的右下部 是不是这个时候你的旋转就会特别的充足啊 这个时候你的勾手的侧下旋就会发的特别的好 就是很简单大家呢可以按照心态的这个方法去练习一下保证大家的这个勾手的侧下旋一发就转一发就转啊好大家都能够明白非常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说了侧侧下旋之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侧上旋啊那么侧上旋其实呢也是困扰大家比较久 但是呢我说实话在勾手的这个环节当中我认为侧上旋可能会更好使一点因为我认为这个搓球谁不会啊对不对他稍微控制一下板形他就会搓但是你侧上旋他搓他可能就会冒高他只能干嘛硬着头皮去挑 所以说呢在发勾手的时候侧上旋是我认为最管用的啊好那么在发侧上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找点呢 大家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可以跟网子同高这是你最开始大家来看在练习侧上旋因为这个点呢是球我们都比较熟悉并且不害怕的点跟球网同高 但是呢如果你想在这个基础上让你的上旋更加的拱更加的有质量能够更好的去抖动我们手腕的时候 我建认为大家稍微比球网低一点点就可以 为什么大家来看啊为什么我们要稍比球网低一点点呢 因为如果球它低的话大家来看你是不是你的球拍害怕磕球台啊 大家肯定都会害怕或者是呢你的手害怕磕球台 那么我们就会怎么样下意识的大家来看是不是球过于低了 我们是不是就会下意识的向上抬起来 所以说呢这个球的高度啊就非常的重要 它不是说你发所有的发球它都是一个高度的啊 大家要记得你在发侧上旋的时候 你的高度可以由网子的高度开始练习这是初学者 那么当你想去加质量了之后呢 当你想去加质量了之后可以有网子的高度降下来大概一两厘米 这个大家就自己去掌握就行了 只要别磕着手啊 大概一两厘米的这个位置是你最好发侧上的球的高度 那么球的高度我们找到了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手的高度 手的高度大家都听说过由下向上用力是不是 由下向上用力一个是你身体的自然反应 还有一个是你在引拍的时候 大家来看 我的你在这个引拍的时候要干嘛 大家来看我的身体和我的肘都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向后下方 再去往前上方是不是 大家来看我在发侧下旋的时候 我一定是手会稍微拿起来一点 那么我在发侧上旋的时候 大家来看 对不对 明显吗 我的引拍就可以完全告诉你 这个球我是要发侧上还是要发侧下 现在应该非常明显 因为我要在发侧上旋的时候啊 我的手大家来看 以及我的身体 以及我的肘一定会低于我的球 同时我还要在压重心 还要在顶重心 还要在抖手腕 通过身体的自然反应 因为球地我要往上抬 这个就是大家经常认为的 发侧下旋 由上向下 发侧下旋 你看 我自己都说得很绕 因为当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总是记这些口诀 你就会觉得 怎么这么绕 我怎么样我都发不好 是不是 那今天我们把这个球的高度 跟手的高度 跟大家完全都确定了之后 那么你就开始要进行练习 练习什么 不用引拍 直接发侧下 OK 今天全练侧下 去找好球的高度和手的高度 就这么去发 看我的 看见了吗 你就这么去练 就这么去练你的合力 看 找好击球点 是不是 去练习你的合力 那么呢 你今天练了侧下旋 OK 你改天再去练习侧上旋 把你的球拍 放于球的低一点 大概半个球拍的距离 看 我的 是不是 由下向上去用力 那么这个时候 你自然而然有了肌肉记忆的之后 当你想发侧上 或者是侧下 我们都可以 游刃有余的发出来了 所以说呢 咱们啊 今天除了一个重心要下来之外 还有球的高度和手的高度 一定要确定 因为它是你发勾手 侧上侧下的一个关键 那么大家呢 如果能够明白啊 能不能给心态打一个二 感谢球们啊 大家如果能够听明白呢 我们就打一个二啊 然后没点关注的球 我拜托大家给心态点一点关注啊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呢 在这里我要再跟大家说一下 一定要按照我刚刚的说的那个方式去练习 你不要做任何的假动作 因为当你做完假动作之后 你的这个球的基础点 你会找不到 因为你没有产生肌肉记忆 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 找好球的高度和手的高度了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不要引拍 不要抛球 你看 手就放在这 我要发侧下了 是不是 稍微抛一点 我可能这个跟网子一样高 或者是比网子高一点 看 直接加上重心 这个就是我的侧下 对不对 看 我的侧下 然后呢 当我练完了之后 我再去干嘛 看 我再去 我再去练习侧上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加上自己的动作 这个就是一个发球练习最好方法 你不能说 我今天又想要侧上 又想要侧下 又想要引拍蓄力 这个都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大家呢 如果想要有一个好的发球 按照步骤 一步一步去练 静下心来 因为发球呢 一定是大家目前为止 能够练得最好的 要比正手简单的多 因为这个发球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发球的旋转动作速度力量 以及你的这个叫什么隐蔽性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是大家特别特别要练习的 好 那么我的第二点说完了 那么呢 在第三点的过程当中啊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引拍 那么呢 我个人建议 其实呢 你的引拍 你引到哪里都可以啊 大家来看 我是引这么大 还是引这么小 大家看见了吗 你看我发球是引这么大 还是引这么小 都无所谓 但是我在引拍的时候 只有一个要点 要点是什么 要点就是我在发球之后 大家来看 我的右胯啊 一定要转过来 为什么 因为在转过来的时候呢 我个人认为会稍稍有一点隐蔽性啊 就是也是大家在今后 想要加假动作的时候 一个隐蔽性 大家来看 你看我在引拍的时候 是不是 我有一个隐蔽性 那么我在出手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有一点 让对方看不见 我都是要对方看 嗯 就把刘客 全都是他 从刚开 非常一点 那么 我懂的 看招呼 怎么样 That's 对方 这样算不算犯规 其实你正常来说 你看我稍微引一点 大家来看 我的我的 大家来看我稍微 你看我引开一点 拉手 这个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 我又不是说我在这儿击球 对不对 我只是说了一个什么 一个引拍的蓄力 我又不是说我在这里击球 我在这里击球那肯定不行 球我都发不过去 你在引拍完之后还有什么 你还要转 现在应该是好的吧 没声音了吗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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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现在应该是好了 对不对 现在应该是可以了 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应该是好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了 OK OK 好了好了 那么我们继续 可能是这个 刚刚手机有点烫了 它在这种反应 好了好了 感谢去我们 OK 可能刚刚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手机有点烫了 麻烦大家这个给我点点赞 我们呢把赞点到两万好不好 嗯 然后呢大家可以给星泰 这个左上角点个关注 然后呢我们是每天晚上的六点直播 大家左上角可以点个关注 然后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 粉丝群里面啊 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左上角 它有个群聊啊 大家可以进到群里面 然后每点关注的球 大家左上角点个关注 谢谢谢谢 好 那么大家刚刚能跟我说一下 是听到哪里听的卡了吗 嗯 大家可以跟我说一下 刚刚是听到哪里听的卡了吗 可以给我打在评论区啊 好 关于影拍的这个问题是不是 那么呢我再说一下 这个其实刚刚讲的影拍呢 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的影拍 其实你影的大 跟你影的小 其实是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有一个要求 在影拍的过程当中 大家来看 你的右胯可以尽量的 向你的右后方 大家来看 这是我的右胯 看见我现在的肘的这个弧度了吗 我的右胯可以在我影拍的时候 向我的右后方进行一个打开 那么你打开的大 那你可能就蓄力的时间久一点 那么打开的小 那么可能就是蓄力的时间 稍微短一点 那么其实无论是大还是小呢 大家就是自己来决定一下 都就可以了 但是唯一重要的是 你的右胯一定要在影拍的时候 大家来看 一定要是打开的 而不是说完全在这里 不动的 看见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三点要说的一个 影拍的同时 你要右边的胯要进行打开 那么在发球的时候 第四点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板形的问题 我们呢在准备以及出手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的板形呢 不要过于的勾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球 还是在发球的时候 大家来看 球拍过于的勾 那么你如果是勾着准备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问题是在于很多球们 这么去准备了之后 大家来看 这么去准备了之后 但是呢 在你引拍的时候 你是向后 大家来看 而你是有可能会向后去引拍 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 大家来看 是不是 你看 两条托板 发球比较薄 那么这个就跟什么意思啊 你准备的时候 你拉球啊 你这么去 你看 准备引拍没事 但是有些球 他就这么准备引拍 但是呢 他在机球上 你看 他会变过来 是不是 那还有一些球就是 引拍的时候 也是这么勾着引 你看 你这个点去拉球 是不是 拉的都是薄皮啊 打得太薄了 其实你打到最后 自己的心里也没有数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个人建议啊 球我们呢 在准备的时候 你的板形呢 尽量是斜前方45度 这个板形 看见了吗 看 尽量是斜前方45度 而不要直直的朝着前方啊 斜前方45度 通过我们抛球的同时 手向后 看 跟随我们身体的转胯 同时引拍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手 它是向后引的 由后 向你的右前方出来的 而不是直接由后向前 它是由后向你的 斜前方出去 那么你这个时候 你发的球 它基本上发的一个 在你这儿 看到它是在行动中 这儿 不是什么时候 出发的 感谢观看 在发球当中 就是大家经常容易发薄皮 两跳这个露拍 或者是呢这样一卷 看见了吗 把球又卷进自己身体里面了 这个呢发上台的成功率呢可能不高 所以说呢由斜前方45度准备了之后 这个攀行由你的胯带动 看见了吗 拉手引拍 同时在击球的一瞬间 你看由近向远 是不是我做动作轨迹 同时我要在接触球一瞬间 大家来看 我是有一个手背外顶的动作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我就摩擦到球的外侧了呢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动作的运行轨迹 准备引拍 接触球一瞬间 手背外顶 你可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去网上这个看一些这个国家队这种慢动作 你会发现啊 你无论他们准怎么准备 但是呢在引拍以及击球的一瞬间 他的手背一定是要外顶的 因为这个外顶除了能给我们加强旋转之外呢 同时也能让我们的球拍 大家来看 能让我们的手腕有一个很好的发力点 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啊 你觉得别人的发球好 而你的发球不好 就是因为手背有没有外顶 那么这个外顶呢 就是这一瞬间 大家来看 看见了吗 同时这个外顶一定要短促有力啊 那么呢只能说到这里 但更多的呢需要大家自己去练习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手背的感觉是不同的 但是呢一定不要做错啊 一定不要做成 你看肘去外顶 那么这个发球就大错特错 一定是在接触球的一瞬间 大家来看 我的手背看见了吗 手背短促有力的进行外顶啊 这是我们的手上一个击球的运行轨迹啊 来我问一下大家 嗯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击球手的运行轨迹啊 关于我们的第四点 大家如果呢听明白了 能不能给我打一波四啊 打一波四就可以 讲讲直拍 这个动作直拍横拍都能用啊 你的重心 你的球的高度和手的高度 你的引拍和你击球的动作运行轨迹 直拍横拍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横拍我需要这么去发 大家来看 我的直拍 我难道我不要这么去发吗 我同样也是要这么去发 哦 好 感谢求我们啊 没点关注的大家 左上角点点关注啊 四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手的运行轨迹都可以听明白啊 这个没有啊 不好意思 这个没有啊 求我们没点关注的大家 左上角呢 可以点点关注啊 然后我们加一个灯牌 好不好啊 然后呢 咱们把赞可以点 点起来 点到这个两万啊 我们把赞点到两万 重心如何转换 这位球友 我还没说到这里啊 您可以先给我点个灯牌 好不好 手背外顶听不懂 听不懂很正常 就是你只要记住手背外顶 在发球的时候去练就可以了 因为你可以去看 哪怕你去看比赛 这些小的细节都是你看不出来的 这些小的细节 你看 你去发比赛的时候 没有别人都是假动作 这些小的细节 你看不出来 同时别人也不会告诉你 所以说你来我这里学到的是真东西 而你到底在发球的时候 能不能体会到手背的外顶呢 那就要看大家的悟性了 因为有些球他就觉得 我一发球我就能感受到手背的外顶 有些球就觉得 我怎么一发我就感觉是肘呢 这个就需要看大家的悟性 就是东西告诉大家了 那么需要大家自己去练 那么很多球会觉得难听不懂 真的非常的正常 你想想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学了几十年 一二十年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这个 那大家如果一听就会 一听就懂 咱这不都是白练了吗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 听完了之后 认真的去练习 好不好 是为了增加摩擦了 除了是为了增加摩擦之外 更多的是手腕 你看我的手背外顶 同时是我的能传递到板上 一个爆发力 你看如果我没有手背外顶 我的发球全部都是哪里 全部都是你看我的胳膊 我的肩膀 对不对 但是我一旦有了手背外顶了之后 你看这个发球 基本上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手指手背 手的力气了 所以说呢 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 当你没有手背外顶的时候 你的无论是短球还是长球 基本上全部都是靠你的胳膊发力 那这个就会产生 大家在发球的时候 发不转 或者呢 发不出质量 那么当我有了 你看 当我有了手背外顶了之后 我无论发短球 还是说发长球 这个球我都能摩擦住 摩擦实 把球吃实了 这就是手背外顶的作用 最好老师 手把手交更好 那就不是免费的了 那就不是免费的了 好啊 那么我这样 我稍微喝两口水 然后呢 大家呢 稍微捋一捋 看大家 这个关于手背外顶呢 稍微有点晕啊 那么我们稍微捋一捋 然后呢 我稍微喝一口水 大家呢 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啊 左上角点点关注 每天的六点晚上 好 这个角度应该非常好啊 OK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 好 球我们 我们回来了啊 大家呢 点点 大家来一起帮我点一点赞 还是感觉有一点血 感谢球我们啊 回来了回来了 现在应该是好了啊 好了 来吧球我们 我们继续回来啊 好 我们把赞点到三万了 来 我们继续啊 刚刚呢 我们在上一阶段啊 跟大家说了一下 我们的一个重心 一个发上弦和下弦的球的高度 和我们的手的高度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在影拍的时候 怎么转体 以及我们动作的运行轨迹啊 尤其是出手的一瞬间 要顶 手背 要怎么样 要进行外顶啊 这是我们在这个上节课 不是上节课 上个 上个课时啊 然后我们说过的一些东西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啊 来跟大家要说一下啊 在发完球了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转重心还原 以及这个重心呢 要怎么去用啊 来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发球的时候 除了你的手背是关键点之外了 之外呢 那么你在击球的一瞬间呢 你还同时需要压重心的同时 大家来看 要转重心 如果说你是要发上弦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 是不是 你的重心要干嘛 要更加的向下趴 让你的胸口感觉 对着球台 有种什么感觉 你的右肩 持拍手的肩膀 去找球台 这种感觉 是不是 大家看到了吗 你的持拍手 要干嘛 持拍手的肩膀 要去找球台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要把右胯 看 同时也要转过来 你的肩 你的胯 要跟着一起转过来 那么为什么要转重心的同时压重心呢 是为了把这个球的弧线给压下来 大家来看啊 如果说我只在准备的时候下重心了 我在发侧上的时候 看 我没有压重 我没有加重心 我只加了手 你看 你会发现 尤其是侧上 你的球的弧线会控制不住 所以说 当我在击球的这一瞬间 是不是 你看 我加了重心之后 这个球的起跳点 以及弧线明显就变低了 所以说 这个是重心的一个好处 它可以帮助你的球降低高度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重心 它是可以带动我们身体的还原的 当我在压下来这一瞬间 大家来看啊 我的左脚 它是踩住地的 同时呢 我的右腿 大家来看 又是怎么样 又是稍微没有劲儿的 所以说 当我的左腿快速地踩地 加上身体的重心 我是不是发完球 我又可以带动身体的还原 去进行下一板了 而不是说 我发完球 你看 在这看着 球来了啊 正手 或者是我发完球了之后 我直接跑到正手 连个还原都没有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发球转重心的好处 一个可以帮我们压低球的高度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转完重心了之后 更加快速地还原 这个就是重心最大的用处啊 那么我要说一下啊 关于压重心去用你的持拍手的肩膀和你的右胯 就是你的持拍手这边的胯 看 向你的左边的前下方 看 向下去压 看见了吗 这种感觉 看 这种感觉 而不是直直的啊 这个是压重心的感觉 再做一遍啊 压重心的感觉 左边的腿一定要吃住力 那么在压重心的同时 你看 我发完球接触球同时 一瞬间 球拖板了 这一瞬间 我的左脚的 我的左脚的脚尖前脚掌 踩地 转动 还原 或者是呢 我发完球之后 你看 我有一个小的跳步还原 这两个都是没问题的 啊 但是呢 一定要记住 你发完球一定是要感觉到 左脚的前脚掌 有一个蓄力的过程 好不好 这个就是发完球的还原啊 发完球你应该怎么动 两个选择 第一个 大家看脚下啊 第一个 发完球之后 你看 左脚不离地 而是通过左脚的前脚掌旋转 带动身体的重心回来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在 我发完球了之后 大家来看 我踩完 压完重心之后 你看 我有一个小跳步 这个就是你发完球应该怎么去动 两个选择 大家呢 怎么顺 怎么来 就可以了 我来问一下 关于这个重心 以及发完球 重心应该怎么去动 我说明白了吗 如果说明白了 大家给我打一个一啊 对 如果我说明白了 大家可以给我打一个一 好 就是两种动法啊 两种动法 踩完 转完重心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 左脚的前脚掌 是不是 左脚的前脚掌 踩地 跟随胯 但是呢 一定要记住 不能边发边动 很多球友认为 哎 我一定要发球 发完球 快速的还原 它会干嘛 看见了吗 是不是 很多球的还原 都是这样 你看 手跟脚一起出来 这不就顺拐了吗 那你这个球发的 怎么能有质量 它一定是 你看 我发完球之后 拖板了 是不是 还原 发完球之后 拖板 才能还原 这一下要有一个 停顿 在还原 而不是说 边发边动 就跟我们打球一样 你看 就跟我们打球一样 你边打边动 这个球 你永远都找不到点 这是一样的 发完球 快速还原 一个是 前脚掌 带动 实拍手 这半边的身体 看 还原 另外一个呢 是发完球之后 你看 我有一个小跳步 看见了吗 小跳步 让我的身体 趋于还原 这个就是重心 以及发完球 重心应该怎么还原 怎么去动 好 我说明白了 卡 应该是不卡的 您这个退出去一下 重新进来一下 好不好 对 退出去 没点关注 却有大家左上角 可以把我们的关注点一点 大家左上角 可以把关注点一点 感谢球 我们 谢谢 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互动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在打完球 除了怎么动之外 我想问一下球友们 我想问一下球友们 大家呢 这个打完球之后 大家知不知道 下一版应该如何的衔接 如果知道 你就打一 如果不知道 你就打二 好不好 我看有多少球友 想听的 就是如果大家呢 在发完球之后 下一版应该怎么去衔接 怎么去打球 对不对 这个我感觉要除了发球之外呢 你后面的衔接也是很重要的 你总不可能说 我发球 我发十个 对方吃十个 在同等情况下很少 在同等情况下很少 二 二比较多 对 大家可以打在评论区 好 这个呢 就是有关于 发完球之后的战术了 那么我想再问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直播间里面 这么多球友啊 现在的水平 好不好 我想问一下 我今天教的勾手 是左侧选 还是右侧选 一个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啊 对 这个也许取决于 我一会儿在讲后面战术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去分配 来 我问一下球友们啊 关于我今天讲的这个勾手的发球 是左侧选 还是右侧选 大家打在评论区啊 嗯 嗯 还有说左的 对 这个是右侧选 你看吧 肯定还是有球说的是左侧选 所以说啊 今天呢 教的勾手发球是右侧选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啊 比如说我在发右侧选的时候 我来问问题了 这个就是大家模拟打比赛 我现在最多的 只要是球友们发勾手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发哪里比较多 一定是发正手短球比较多 是不是 你现在只要是球友们会发勾手 一定是80%发到正手的短球 那么我想问一下球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你发到对手的正手位短球了之后啊 无论他是搓也好 还是说推或者是挑 你也好 你知道下一板球在哪里吗 大家如果知道你可以打给我啊 一是反手 二是正手 你们只用打一或者二就行 啊 来再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现在发了一个 你们现在是我的对手啊 看 我现在发了一个勾手的正手短球 你们是回到一我的反手 还是二我的正手 看一下 嘿嘿嘿嘿嘿 嗯 呵呵 再来看一下啊 很多球说二 再来想想 一是我的反手 二是我的正手 你看 我摩擦球的是哪一面 摩擦球的是右面 对不对 那么呢 对方在揭发球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现在又换了 我现在是你们 来 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这个样子搓球 我是不是摩擦球就是外侧 而不是内侧 那正好这个球就是怎么样 就是跟我发的球是相反的 那大家必然是要吃发球的呀 好 那么大家吃发球 还要再往正手位接 这个时候不就必吃了吗 这个发球 所以说在你的发球有质量的情况下 对方一定是怎么样 撇着板挑 推或者是搓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 他往正手接的概率一定不大 因为他不好变现 所以说他只能干嘛 只能接你的反手 所以说大家你看吧 所以说大家是不是 你在发完球了之后 大家现在只想发球 没有想到下一板 所以说我们去学了这个勾手的时候 你在去接正手位 发正手位短球的时候 你一定要清楚 只要你这个球是有质量 吃住球的情况下 对方80%或者是90% 只要他接不出质量 他只要不吃发球 他一定接你的是哪里 接你的是反手 我们只需要干嘛 在反手位进行准备 去发力 去击球就可以了 但是流出来10%的精力 去保护我们的正手 你说不准别人咔 搓个板边上了 是不是 不知道怎么接的 接个薄皮上了 所以说90%的精力 流到反手去发力 或者是说有准备 发完球之后 干嘛 侧身冲他呀 是不是 你看 我发完球了之后 我要干嘛 侧身直接就爆冲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一个 战术也是你发完球 后面应该怎么去打 最关键的 好 那么我再来一个 我再来一个 我再来一个 好 我问一下球们 如果说大家现阶段 你的对手 无论是搓还是挑 还是推 都会的情况下 你认为你发一个 勾手的侧上 对方大概率会干嘛 大家来猜一下 一是搓 二是推 三是挑 你觉得你现在 在发一个勾手的侧上 但是呢 又不会很高 这种感觉 大家来看 你认为你的对手 会干嘛 看看细节 这些是不是好的 等一会儿好不好 把这个把我们的讲完 推或挑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只要你的侧上 看这个大家就是打比赛少了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只要你是发侧上 不是这么高 看见了吗 只要不是这么高 在比赛当中 也不是对方为了搏你 基本上接球是什么 看 轻轻地向前 给点力地去推 因为这个球 除了能接上 也是最保险的 因为它如果是挑 大家来看 这个球 它既不确定旋转 因为它比较低 它又不高 对不对 它怕怎么样 它怕挑下往 那它一旦怕挑下往 它会进行拖 因为它知道 拖过去的球很高 它没有办法打 但是呢 它又不敢搓 为什么 一搓也会冒高 只有推的这个球 它不会冒高 同时呢 这个球可能 也会让它 推的比较上 这个球 它百分之八九十的概率 所以说呢 大家要记得 你在发球的时候 首先 你取决于 你发什么球 如果你发这个球 什么质量也没有 对方就想干嘛 就干嘛 咱也别踢下一本了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 学了高手的 右侧悬发球了之后 发到对方的正手位 短球 那么呢 这个球如果是一个上悬 基本上又不高的话 对方百分之这个 七八十会进行正手 推你 推到你的反手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你要记住 你发的是右侧悬 那么别人在接到你的正手位的概率 比较的小 并不是完全没有 只是稍微小一点 它基本上接到都是你的反手位这半台啊 那可能是这个位置 也可能是这个位置 就取决于你的发球的旋转了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你可以在发球之前 做好一些准备 什么准备 我发球的时候 我要想 我发对方的正手位短球了 我发出去了球之后 我可以怎么样 你看 我发完球之后 遍步准备侧身 但是我同样不能干嘛 我不能侧这么大 因为我怕 对方百分之十的可能 就会打到我的正手位 所以我要留给百分之十 对我正手进行保护 我只侧到这儿 球过往了 OK 在这儿知道 我还可以再动 如果球过往 在那个位置 大家来看 是不是 这个点 我同样可以动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需要大家 不断的去练习 那么前提是 你要对你的发球有把握 那么再者 才是对方接出来的球 才是你想要的球 这个就是你发完球之后 你应该怎么去打 我说明白了吗 如果说明白了 大家给我打一波666 好不好 所以说这些东西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关键 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关键 对 大家呢 如果听了前面的四个要点了之后 你是干嘛 你只是对于一个高手发球 简单的学习 而后面的这三个要点 一个是重心 重心了之后 我们为什么要压重心 以及压完重心了之后 我们怎么去动 怎么还原 以及我们在发完球了 还原了之后 下一板 应该怎么去衔接 这个呢 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不是说我单单学习一个 坐一会儿啊 而不是说我单单的学习一个发球 就完全可以了 好不好 来给大家互动一下啊 对给大家互动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学习的怎么样啊 来吧 大家互动一会儿啊 好 好